刘国锋和赵颖的婚礼还在热热闹闹的进行。 作为新郎新娘的父母,刘锋站起来,接过主持人手里的麦克风。 全场的宾客都鸦雀无声。 感谢各位参加我儿子的婚礼。 时间过得真快。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国锋小时候的样子。 今天,他就要结婚了。 我刚才想了很多,我把国锋和我做了对比。 我小的时候缺衣少食,吃不饱,穿不暖,家里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出人头地。 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愁吃穿,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奋斗和拼搏。 其实,这也是好事啊。 他们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不需要违背良心,不需要不择手段。 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可是,我却没有适应这样的转变。 在以前温饱,在以前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日子里,我残酷地和别人竞争。 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为了自保,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打击对手,我愿意冒风险。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人中穷命贱啊。 现在回头看来,这太不值得了。 赵颖啊。 哎,我从心里特别感谢谢我的这位儿媳妇。 国锋第一次提到她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对待,我只是觉得国锋头脑发热。 国锋提出要娶她的时候,我还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她的条件配不上我的儿子,我的心里并不认同。 赵颖来到家里的时候,我还自作聪明地以为儿子只是喜欢他的外表。 可是,当我家里出了事,我知道儿子状态不好,心里既难受又着急。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但是,国锋还年轻啊。 在赵颖的意,刘峰总是威严地不动声色的。 她从来没有看到刘峰这样真情流露。 刘峰接着说。 是真的,我从心里特别感谢我的这位儿媳妇。 在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但没有抛弃我们,反而加入了我们。 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她给了我们她所有的意。 在我们最冰冷的时候,又是她给了我们她所有的温暖。 是赵颖,将我们这个已经破裂的家庭重新凝聚在一起。 也让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赵颖,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 刘峰说到这儿,转身看吕船国,继续说。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报答你的方法。 我刚才已经和纪委的人谈了。 只要我刘峰讲清楚问题。 国防,赵颖啊,他们就不会再限制你们的自由了。 你们的护照和出国手续都可以照常使用。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不会作废。 这样,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交代。 事情早晚都要水落石出,抗拒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希望主动坦白交代,能够给我自己一个解脱。 儿子啊,我只希望,你能够在国外好好学习,早日学成回国,把所学的一切贡献出来,去做正事。 而不要像你爸爸一样。 有赵颖在你身边,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或者是身在何处,我都盼着你们两个人好好生活,给我生个走。 那个时候,不要忘了,常来看看我,我就直走。 国听到这儿,示意赵颖把自己推到父亲的身边。 他紧紧握着父亲的双手,感到他的手掌冰凉。 刘峰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反手拉着儿子,目光黯淡地穿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 他深呼了一口气,下定决心,看着吕传国大声地说。 2003年10月,我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违规借贷三千五百万元。 吕传国一下子从此跳了起来。 他一把抢过婚礼摄像师手中的摄像机对准了刘峰,然后把手里的机器交给旁边的便衣。 他独自来到僻静的角落,拨通电话说。 部长,我是吕传国,刘峰已经开始交代了。 好,好,我明白,立刻采取行动。 刘峰的角质观重要,将拥有很多有权有马人物被牵扯进来。 吕传国估计,刘峰的交代也会立即传到这些人的耳朵里。 他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并避免任何资金的转移。 他在不远处听着刘峰的每一句话,然后对着对讲机,向门口的警察发出行动的命令。 酒店门口瞬间警报大作,几辆警车划破宁静呼啸而去。 一片片雪花从空中飘下。 北京的第二场雪又来了。 一个月之后,人力资源部门将新员工培训的时间延长到了三周。 新加入公司的销售人员被封闭在一家宾馆里进行培训。 培训一共有五次考试。 考试成绩平均不能够达到七十分,就必须马上离开公司。 培训已经进行后一天的下午。 已经有五六个销售人员因为考试不合格被逐出了培训教室,离开了公司。 剩余的近百名销售人员都整整齐齐地坐在培训室里等着最后一门课程。 他们经过鄙视和多轮的面试,终于挤进了世界顶尖的公司。 王力看时间已经到了,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对着麦克风说:"恭喜大家通过了严格的考试。 今天是我们培训的最后一个下午。 现在,有请杰克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周瑞为大家做最后的一次培训。 来,谷长。 我们的教室中空垂直,想必大家知道原因。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你们,你们知道你身边这个做个人的名字吗? 周瑞手指一味认,对方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呃,记不清楚了,好像姓李。 周瑞接过话来说。 哈,现在就记不清楚了。 那么再过一个季度,你可能连姓什么都忘了。 再过几年呢,他的样子你就忘光了。 那么,为什么要请他们离开这里呢? 因为,他们不能在培训中通过最尽炼。 这就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销售的天分。 我不想让他们在更加残酷的战场上去送死。 因为,失败将摧毁他们的自信信,耗费掉他们最宝贵的时光。 他们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是失败者。 成功者才会被人记住,失败者将会被迅速。 我周瑞保证,再过两年或者三年,你们之中有的人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是也必定会有人失败。 选择权不在我周瑞的手中,也不在客户的手里。 只是在大家自己的手里。 你们将要选择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经过无数轮面试,加入杰克这家世界顶尖的工作,而且也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大家也需要去庆祝一下。 但是,请各位记住,庆祝只能持续到这个周末。 因为到了下周一,你们就将踏上更加残酷的战场。 说到这儿,周瑞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 大家既然留下来面对激烈的竞争。 那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呢? 首先,要始终保持永不放弃的心态。 销售如同战场。 我说过多次,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大家的产品方案和价格,甚至能力都相差不大。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 可能你已经面临绝境,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你就要放弃了。 但是,也许竞争对手的处境比你还要恶劣。 如果你放弃了,竞争对手坚持下来了,你就会成为那个失败者。 既然大家选择了销售,这个最残酷也是最有成就感的职业。 那么你们就要做到永不放弃,永不言败。 你们要像士兵一样。 如果有枪有炮,就用枪用炮。 如果枪炮没有了,就用刺刀。 如果刺刀也断了,你们就要用拳头。 如果胳膊也折断了,就要用牙咬。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任何胜利的机会。 培训的教室里一片沉寂,周瑞继续说。 我还要求,你们无论在多么激烈的竞争中,都要遵守游戏规则。 哪怕是失败了,也不能破坏这些规则。 周瑞把电脑的画面切换到了投影屏幕上。 一张刘峰西装革履在会议室中发言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他让销售人员看清楚画面以后继续说。 想必大家都了解了,我们杰克刚刚签下了一个大订单。 但是,大家可能并不清楚内幕。 大家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一个销售人员大声地说。 啊,我以前也在金融行业做销售。 这个人是京信银行前行长刘峰。 嗯,没错。 那么,你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 嗯,听说他出事儿了。 周瑞把投影机的内容翻到下一页。 屏幕显示出关于刘峰的几行短短的报道。 内容是由于京信银行前行长涉嫌金融违规操作,并在招投标中有违法的行为,现已立案审查。 由崔国瑞接替行长职务。 周瑞把麦克风递给身边的一个女孩子问他。 既然大家看了这篇报道,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来,对,你来说说吧。 哦,我呀,我不知道内幕,但是既然已经报道了,那说明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敢想嘛,我还说不出来。 刘峰是一个问题官员。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贪官。 那,就说,对贪官,你有什么感想呢? 贪官污吏,当然不是好人了。 不过,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周瑞的目光扫视了一遍所有的销售人员。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贪官污吏。 可是,他们生下来就是贪官污吏吗? 不是。 我们销售人员为了赢得订单,不择手段,从各种渠道收集客户的个人资料,千方百计的投其所好。 就拿刘峰来说吧。 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关键客户,属于千计的销售人员都对他是虎视眈眈,其中也不乏一些销售的顶尖高手。 坦白地说,如果我周瑞处在刘峰的位置上,可能啊,我比刘峰腐败得更快。 销售人员们听到这句话,都哈哈地笑出声来。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 我们搞销售的,每天想方设法请客户吃饭,然后去卡拉OK,最终用回扣砸下去,直到把客户拉下水。 这些几乎是我们搞销售每天的功课,这样能够搞定客户,从而沾沾自喜。 贪官污吏出事了,受到惩罚,而我们的销售人员呢,却拿到了业绩,在公司里成为英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们在造就贪官污吏的同时,也毁了自己。 那成天陪客户吃饭喝酒,百分之八十都成了脂肪肝,然后拿奖金分回扣赚钱。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 当你不做销售的时候,你还靠什么吃饭? 嗯? 刚才被周瑞点名的女孩子马上举起手来。 看到周瑞同意发言的首饰,她站起来大声地问:"如果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那我们还怎么销售啊?" 周瑞开始注意到这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的女孩子。 这让她想起了几年前的洛家。 周瑞问道:"啊,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冰冰。 她的话音刚落,一片笑声就传了出来。 女孩子有点不服气。 笑什么? 笑什么? 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明星还没出名呢。 不怪他们笑啊,你的名字很好。 这样,不说那个明星,先说你。 你希望五年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 我……我希望努力工作有所成就,嗯,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这样,说具体一些,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嗯……五年之后,我就快三十岁了。 我希望可以管理一个销售团队。 周瑞没有继续提问,而是走到电脑旁边,示意关掉前排的灯光,把电脑翻到下一页。 洛家的大幅照片被投影到屏幕上。 呀,她真漂亮。 周瑞把这张照片定格了至少一分钟。 她回想着,当时在西湖边给洛家照相的情景。 她继续翻动电脑,把精选的洛家的照片投射在屏幕上。 周瑞压下心中的难受说:"她的名字叫洛家,是我的初恋女友。 五六年前,她就像你们一样,年轻,充满活力。 而且,与你们一样,加入了一家世界顶尖的公司,担任和你们一样的职位。 她不但聪明,而且擅长与各种客户打交道,收集情报,投其所好,建立关系,寻找竞争对手的缺陷来击败对手。 知道吗? 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女孩子就成为了这个行业中的顶尖高手。 从她开始做销售以来,几乎保持了不败的记录。 在那段时间里,所有公司的销售人员都可以说对她闻风丧怠,谁都不敢和她正面交锋。 这家公司,为了表彰她的成就,计划将她派到美国培训之后,让她退出江湖,担任公司的公关总监。 她将成为最年轻的跨国公司的公关总监,而且当然成为这个公司最耀眼的明星。 周瑞回到与明星同名的那个女孩子面前问。 李冰冰啊,你是不是也想像她一样呢? 嗯,我也要像她那样。 为了赢。 这个女孩子不择手段,她可以全方位地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我记得她刚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陪客户吃饭,总是很晚才回家。 回家之后,就抱着洗手间的马桶,抠嗓子,把那些酒都吐出来。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你们女孩子呀,不能带客户去卡拉OK,你们不适合做销售。 她呢,偏偏不服气,偏偏带着客户去最豪华的夜总会。 只要客户看中了那位小姐,她就出现买单。 可以说,她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巧,她在这方面,的确是个天才。 随着关系越来越深,她觉得,吃饭送礼打牌已经是虚的了,现金才是最实在的。 她的销售业绩,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事情不断地提高的。 我需要一个正常的妻子,难以接受她这样的生活方式。 最终,我们也是因为这个而分手的。 两年以后,这个女孩子终于想通了准备退出这个行业。 可是,她的公司却希望她能够为公司做成最后一个超大的金信银行的订单。 担任新的职务以来,周睿强迫自己压下对洛家的思念。 此时,周睿侧身面对屏幕上洛家的大幅照片。 她就像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眼前一样。 她讲完全部的故事,才缓缓地说。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将洛家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触动。 当我决定进行这次培训的时候,才开始整理她留下来的物品。 我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我在两年前离开她之后,她的每一页日记都记录着对我们在一起时光的回忆。 在日记中,她经常会这样写。 今天是国庆假期。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自驾去青岛。 今天是新年夜。 我们去年的今天,一起彻夜狂欢。 看到这些,我也明白了。 那时候,她已经明白,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赢,而是和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本来想把这一切埋藏起来,找一段平静的时间再去阅读和体会。 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重蹈她的负责,重演这样的悲剧。 你们明白我的用心了吗? 全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洛家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她在最后一刻,把她和惠康公司总经理林振威的交谈录了下来,并想办法交给了我。 现在,大家看看这份报纸。 屏幕中显示的,是惠康公司关于林振威由于涉嫌违法商业行为,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声明。 周睿迅速翻到下一页。 是关于林振威已经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报道。 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海外反贿赂法。 在开始介绍细节之前,我只是希望你们记住,无论身处多么激烈的决定命运的竞争之中,我们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自己原则的底线。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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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